从疫情过后截止到现在 整个国内房地产市场最大最大的隐患即将要爆雷 是什么呢 那就是房地产房价暴跌之后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动摇去偿还房贷 这个才是如今甚至是将来整个房地产最恐怖的事情 简约一句话来形容旧市 越来越多的人即使有钱也不愿意去还房贷了 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现在是北方最大的省会城市 我们今天要拍的这个房主的房子呢 坐落在一个市中心二环的房子 可以说整个园区的入住率不超过30% 甚至大量的房子已经挂卖了两年多三年多 经过无数次的降价 仍然还是没有人来打听 更卖不出去 并且呢大家都知道现在还有一个月 2023年就要过去了 那么2023年发生了一个跟存钱有关的事情 就是在这一年当中连续四次存款的利率下跌 这是整个有史以来一年 这样四次可以说是历史罕见的 那么利率下跌了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存钱 其中很多人以为都是老年人 大家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 那其中占到一半以上还是属于这个中年人 包括部分的年轻人 那么这里边有人疑问 难道他们不需要还房贷吗 答案是他们需要还房贷 但是他们对于还房贷的信心和热情 越来越来越低落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 并不是说他不想还房贷 而是现在存在一个硬道理 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假如说你买的房子是一百万全款 你花了三十万是首付 七十万贷款 但是你的房子的成本价 那一定是一百万对吧 再加上你还二十万的 二十年的贷款 大概应该就是在一百四十万左右 那一百万是本金四十万之利息 一百四十万 才是你还完贷款 整个房子的成本 但是现在市场的房价 包括未来的趋势可能会持续下跌 也就是说将来你还完贷款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房子只值七十万 或者是六十万或者是五十万 甚至只能价值到你的本金 当年的三十万 那后面你还的贷款加上你后续的所有的利息钱 完全就在你还贷款的时候贬值消失了 一句话就是说你花一百四十万的联本贷息的房子 最终就变成了三十万 四十万五十万 一大部分的钱随着房价的下跌 它贬值了 那么如果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个情况 谁还想去还房贷 谁还愿意去还贷 这并不是说大家没有能力去还 而是大家都觉得你还的越多 还的越久 你亏的越大 为什么现在很多南方好多城市 随着房价严重的下跌 好多人就开始断供了 包括北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整个这个园区 就有好多人都在断供 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收入受到了限制压缩 包括他们的消费出现了这个大量的 确实是这个破冰 但是一句话 很多人他是有能力能还的 为什么不还呢 就是刚才的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结合现在三点零的棚改政策的落实 很多房子都会有计划 即将成为保障房 为什么 就是防止大量的房子进行空置烂尾 为了让这些空置烂尾的房子 能够得到有效的流通使用 甚至是由它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有可能纳入到保障房 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么回过头来今天分享的主题 即使现在存款的利率不在这个像以前那么高 但是至少它是正的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出现福利率 对吧 那么大家都认为这种就是不会贬值的这种存款方式 所以大家也愿意去存钱 把钱放在银行 而不愿意去投资房子或者是去偿还房贷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在过去十年 为什么好多人都争取去贷款要买房子 那是因为你有利可图 对吧 你一百 同样一百四十万的连本代息的房子 你有一天你卖出去可能卖到两百万 或者是一百八十万两百万两百多万 你有赚钱的能力啊 是不是 随着现在房价的下跌 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愿意去还房贷 还是那句话 很多人集体断供之后房子也不要了 对不对 大不了那你就发牌 没有办法 以为这就是每个人不能眼看着自己赔钱 还要往里去送钱 这就是现实 没有错啊 我认为是没有错误的